他们说你是流亡主角吗 我说 no 我是三不三了一元 然后就算到了纽约 他是陈丹青的恩师沐昕先生 我们熟知的诗句 从前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就是出自他手 他的文字干净清澈 但他的人生却是苦语气疯 年少家破人亡 三次蒙冤入狱 他人生中被囚禁的时间 就长达22年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 沐昕遭受到了无数次非人的折磨 甚至被活生生掰断了三根手指 当别人选择用狗铁来偷生时 他却选择用文字自救 写下了65万字的狱中笔记 他写这些手稿是要命的事情 这在当时绝对是罪行 可以致死的 沐昕真是不顾时事环境的一个人 就在监狱里他也要写 许多人都辜负了艺术的教导 教养 看到太多了 学之学的艺术 崇拜的是艺术 困难来了 就完全没有自己的苦气 第三次关押结束时 沐昕先生已然年过半百 这位没有辜负艺术教养的阳光大男孩 依然保留着那颗赤子之心 当他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不知原谅什么 成绝世事尽可原谅 1982年 沐昕散步来到了纽约 同年与陈丹青在地铁上相遇 一场长达五年的文学远征 即将拉开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